你不买我不买 明天归价跌一半 在这个奸商肆虐归价疯涨的年代 我们广大的贵友们应该团结一心 坚决抵制沉迷 提倡养金不养多 拒绝黄 拒绝赌 拒绝买乌龟 诶 等一下 有快递 哇塞 总算是到了 看把我给判的 今天这个玩意儿 要是放在一年前是想都不敢想 贵的掉渣 不过现在嘛 价格回落了不少 就趁着半月里上厕所那档 赶紧截糊 稀里糊涂的就拍下来了 快赶紧打开给大家看一看 在开箱之前 先让大家猜猜看是什么龟呢 我先来给大家一点提示吧 这只龟虽说是巴西连家族的成员 但却身价不低 自去年开始就一直疯狂整家 直到最近才慢慢降下来 我现在就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去 竟然不是布丁盒 是一个小箩筐 这个就逼格很高啊 各位有缘人 是不是觉得这个画面很亲切 来了来了 拨开云雾 我们即将揭开谜底 出来吧 新成员就是这只钻文龟啊 总算是安心了 没想到这小家伙还挺活泼的 这样长途跋涉的都没有显示出皮态 看来啊 预示的它将在这个新家 有一个不错的开始啊 钻文龟是鸡龟亚克钻文龟水的龟类 原产于北美有七个亚种 个体之间啊 可能存在着巨大差异 使得它们很有特色 不论是哪个亚种都有着绚丽无比的图案和花纹 特别是背甲上螺旋状的纹路 看起来就像童星园一样 非常漂亮 因为观赏性强 性格活泼 对人们作为是一种热门的观赏龟类 不过很多朋友们可能不知道 如此美丽的龟类 曾经却是被当地人们当着肉龟食用的 而且它们和巴西龟有密切的关系 是名副其实的巴西脸 说到巴西脸啊 就让我们想到那个闯遍大江南北 创造无数传说的密西西比红尔龟 它们和钻文是一个亚克的龟类 钻文虽说是淡水龟 在野外却可以生长在寒盐的汽水环境中 不过作为家庭宠物饲养的话 还是建议用淡水吧 主要是很多人无法掌握寒盐量 控制不好就要酿成悲剧 还是别瞎摘腾了 好在钻文继承了巴西脸的习性 水性不错 不过耐寒能力一般 所以很多人都建议加温饲养 喂 那么兴奋干嘛 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兴主人了 今后就要好好相处吧 我去 那么傲娇 别跑啊 通过了我的一番细心教导啊 现在已经安静下来了 从她的眼神中我看到了崇拜和崇敬 我已经收服她了 呀 溅养了一段时间后啊 我们看到她已经在水里闹腾起来了 说实话 我没有想到她的状态这么好 因为是某拍上截胡的 所以价格不贵 200元就拍下了 国内圈子里的钻文啊 有很多品系的 什么小花 中花 大花 围抱 豹子 记得在半年前啊 他们的价格还很贵 即便是最便宜的小花钻 都要400到500元 大花都是1000多 将近2000了 最近价格倒是回落了不少 所以就 我的错 是我思想绝无敌 没有抵制住诱惑 我应该拒绝黄 拒绝赌 拒绝买乌龟 谁啊 又有快递了 那我们下回再聊 拜拜 拜拜